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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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幼稿30年退之後 我閒不住 我就開始報名學醫先生 我先生也說你想學什麼就去學這樣 我先生很好客他朋友也多 然後我覺得也不錯 那你開店之前我們的媒人 我先生的玉校官校同學 剛好有模型飛機 然後一個大哥做模型飛機要送給他 然後他們家 他說他們家沒地方放 他想說我要開店那就讓我當白事 那期間我拒絕 我說我要走文青峰 飛機不搭 後來他說不管 他直接送到我們家去 IDF掛上去 那個主題牆的畫面一出來 也不錯 後來T34 小的T34 朋友也送來 再來AT3也來了 都是朋友送 再來幻象也來了 16也來了 F5也來了 上個禮拜 F1動式也來了 都是朋友送 陸陸陸續續 這些 飛機的 台灣的這些飛機的元素都進來了之後 你會發現 變成說這邊不知不覺走向 變成一個特色 主題特色的一間咖啡廳 我這邊所有的飛機都是可以遙控的 遙控飛機 那怎麼來的呢 都是朋友送的 那一開始第一架就是 在牆面上這一架IDF 就是由這一架開始慢慢的就是 其他的飛機就陸陸續續 朋友就很開心的送給我們 分享給我們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上個禮拜才剛從台北朋友送過來的 F1動式的飛機 去年開始 814 官校的飛行雄開始 陸續去 軍方有一些飛行雄說 朋友也開始送 就不知不覺 你也看到 那我這個 這家店的店名 就叫Skybear 那我登記註冊 不能用英文 要用中文 通常中文是天空雄 天空雄的概念不就是飛行雄嗎 跟我先生的職業是又有相關 人家小兒子叫Sky 大兒子叫貝爾 那Sky貝爾 合起來很順 在接下來陸續來的 朋友給的一些元素 其實一開始 如果自己的元素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什麼變化 但是後來因為朋友給的元素 陸續你會發現 越來越豐富 然後你會覺得 哇 這不是我自己的東西了 而是很多很多朋友給的東西 反而更特別 這個是五連隊做的 第一批做完聽說 大家都已經搶光了 很特別啦 就是都是熊窩的 都是熊 忽然間來了一隻飛虎 也蠻 但是剛好跟我這邊的主題很搭 我這邊剛好 剛好都是 飛虎的一個 飛虎的書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 學弟送著飛虎的 飛虎的布偶 整個這樣子連結起來 我覺得 就是飛虎專區 我的球竿帶也是飛虎的 六連隊的隊長 送我們 送我們 對這一隻 六連隊的綠色飛行版 這邊有腰山洞的 然後最後是嘉義 嘉義的 16V的黑熊 台灣黑熊 你看這邊很特別有一個V 所以它這邊故意讓它 拉鍊拉低一點 這是最新版的16V的台灣黑熊 而且它表情不一樣喔 它兩種表情是不一樣的 而且綠色的比較少 綠色的比較限量 那這一隻是一個 94級的學生 那時候剛好去美國收訓 對 他就剛好買那個基地的飛虎熊 回來送我們 這個是我們店裡的第一隻熊 這個是花蓮的有熊森林 的老闆做的 但是他那時候有送我們的那個 我先生的軍校同學一些 然後我先生的同學就送我們兩隻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擺在我們店裡 所以這個等於是我們店裡的第一隻熊 藝術咖啡其實真的有專業的奶泡機 你就牛奶打進去 它一定要把它打成熱奶泡 轉速有關係 有的咖啡機打出來沒辦法做立體 我去學是只為立體奶泡 就堆疊成熊啊狗啊貓啊那些可愛的 那個立體奶泡 那平面的你就不能打太硬 然後調好可可粉要畫的線條 然後調好顏色 塗的顏色要先調好 然後奶泡倒在咖啡液裡面之後 鋪好一層奶泡之後才開始畫 但是你必須要有限時間有限空間裡面把 你看到那個圖 圖我幾乎都是沒看過 客人給的圖我沒看過 你必須要把握的把它畫在杯子的口徑裡面 在咖啡店裡最主要是 不是裝潢的漂亮而已 你要有一個主題性 而且特殊 你特殊第一個 人就是視覺系的嘛 他就是看到特別 他才會進來 我們聊的不是咖啡而已 聊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經驗 人生經驗 所以我們雖然年紀過半百 但是我們可以聊的東西很多 相同的客人來每次聊的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間店 你要長久下去的一個 我是覺得還蠻重要的 不要緊握 Airlines 喝點 喝點 喝點